两块半的廉价美食 随着物价上涨 本地还能找到两块半的廉价美食吗 两块半啊 目前啊 我想一下 这样很难啊 通常是三块了 三块还可以找到了 比较难找啊 不过还是找得到啊 找不到了 林光松喜欢在本地寻找便宜美食 他一般光顾的档口 售卖的食物价格都介于两三元 你是怎样找到这些便宜的东西吃呢 我去看看呢 那价钱的招牌了 我听朋友讲 这一招这一招就说了 对你来说 什么价钱算是便宜 三块到四块这样 因为价钱也起价了嘛 所以随便找一些便宜的东西在那边吃咯 好像红山啊 那货场的地方了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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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了 前线设置队在寻找廉价美食的过程中发现 这个位于方林巴沙和熟市中心的杂菜饭摊 无论是菜 肉 蛋 还是鱼 任选三样 也只卖两块钱 这样的价格维持了17年 我在国人书卖了11年 然后这边卖了差不多6年 所以有17年 然后以前的乌珠 被比现在便宜差不多500到700这样 所以现在比较高一点点 然后选择不要起价是因为 这边老人家是比较多 想玻璃多销 因为那些东西起价了 然后我没有说我要起了 就说赚少点 菜就起差不多五毛大一块这样 然后肉就起差不多一块大块半这样 每基肉 为了保持价廉物美 摊主福瑞强也会在食材方面做选择 就是说他们卖比较贵 他们可能用的就比较贵的菜 好像柏果里这些 我们就不会去柏果里了 他们贵的他们有处比较好的鱼一些 所以就是你卖便宜 你就选那种尽量选比较便宜的东西 除了杂菜饭 前线也发现 方林巴沙的卤面摊位 所售卖的卤面和Luxa 售价是两块半 老板娘说 因为进货量大 所以能够拿到较便宜的价格 这边营业了是13年开始的 我们从此到现在了 我们总共有9间 因为有很多地方租金啊 什么企业 然后人员的关系 我们关了4间 还有5间到现在为止 我当初是因为我们多间 我们多间然后拿到供应商的货 稍微就是比单间的稍微便宜一点点 然后我们走的就是说薄利多销 前线编导到访ABC专厂 发沙和蔬食中心和牛车水 了解其他摊主是如何维持便宜的食物价格 一路来我们从其中我们搬上来 开始的这时候是两块 是很早前的30年前的事情 那么因为物价的增价之后 我们一路这时候贩为两块半 我们自己去马来西亚采办的鸭 整批整批回来的 就比较便宜的 因为我们牛车水都是老人家多 所以就给老人家比较便宜的 没有 这个价钱应该十多年了 十多年前到现在的这个价钱 我跟你讲这边是老人区嘛 而且这边通常就是做这种 就是好像老人家比较多了 就是这样了 因为我自己做 我没有钱了 所以那个还可以维持 维持的 方林发沙和蔬食中心的 鲁面摊主李延霞也表示 虽然目前在营业成本上涨的情况下 还能维持便宜的食物价格 但不排除将来可能做调整 还能够承担得起 这个价格 我们就是继续这样卖下去两块半 如果就是说将来就是说GSD 起的话我们也是去个三毛两毛 要不然真的是就是说 维持不住那个 什么 就是我们赚的这个 就是维持不住我们的水准这里 也有些小贩向前线透露 有时候不是不要降低价格 而是租金是一大运速 我的是3,400 所以说是有点高的 租金其实我们hawker是说 是我们自己跟政府标的 所以你觉得说这个地区 你觉得是只是个价钱吗 你自己去标 是a bit on the high side 这个行业有年轻化的趋势 所以每一边那些人要come into这个industry 所以他们要get a good location 他们肯花这笔钱去标稍微高一点 国家环境局在回复前线询问时说 本地有一些熟食中心 其实是由社会企业所经营的 全岛目前有13座小贩中心 由具有社会意识的企业 以非盈利模式经营 在这些新一代的小贩中心当中 超过九成的小贩提供价格 在三块钱或以下的餐饮选择 而美食博客也认为 祖屋区附近的熟食中心 一般所售卖的食物会比较便宜 尤其是当摊主属于老一辈的小贩们 因为租金便宜的关系 所以能够维持低廉价格 两块一半的廉价美食 是相当难找到的 我觉得靠近市中心的地方 就比较难找到 要可能靠近主屋区 比较远的地方 而且我发现很多比较廉价的小贩摊位 是因为它有津贴 它可能小贩就是比较老一辈的 它能够有那个经验 去卖比较便宜的东西 所以两块半的鸡饭 炒米粉 椰酱饭是能够找得到的 可是是越来越少了 是因为很多这些小贩们都即将退休 或者是已经没有那个津贴了 汪万荣也觉得 虽然小贩中心普遍售卖的 都是负担得起的蔬食 但不同的地点 不同顾客群的消费能力 也会影响食物的价格 我相信很多的摊主 是因为要迎合他们的消费群 他们的食客们 都是比较年长的一些人士食客们 所以在价格方面 他们也会定的比较低 不像市区其他的小贩中心 市区其他的小贩中心 比如说麦斯威 或者是厦门街 Moystreet的food center 他们在价格方面 是能够提高一点点的 因为消费者都是上班人士 上班人士是能够花那笔钱 去买一碗饭一碗面的 同一个老板 同一碗汤 却有不同价格 为什么 是吗